阿富三小城 大家好 我是藍色脈動的海邊 史伯克 大家好 我是海洋脖子的作者 老陳陸 聽完沃克講了很多迴觀偵探系 再來的話 我們要介紹的是 海裡常見到的 在海裡常見到的 軟珊瑚 在軟珊瑚上 到底有入住的哪些動物呢 就請我渡客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首先我們就要介紹我們的主角阮珊瑚了 然後在台灣周遭的海域呢 是這種肉質性的阮珊瑚比較多 阮珊瑚跟石珊瑚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其實呢 他們都是屬於吃包動物裡面的一員 然後他們會同樣都會收集水中的碳酸鈣 然後呢去組成鈣質性的骨骼 但是不像石珊瑚 它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硬硬的骨骼 所以它死亡後還會流下來 只要下一個白骨這樣子 但是呢 軟珊瑚呢 它其實是組成很多很細細小小的骨針這個結構 然後它用這些 它用像是那種肥豬肉一樣的這個貢肉組織 把這些骨針串連起來 組成它這個完整肉質型的這個身體 所以呢 軟珊瑚在死掉之後呢 它不會流下 除了那些骨針分解之後 它其實什麼都不會流下 不會像石珊瑚一樣 留下一個完整的構造 然後軟珊瑚大部分呢 它們會體內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 所以大部分的生物其實是不會去吃它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樣圖上面 其實上面還渡了蠻多的居民 它們就不怕毒嗎 當然說話都有例外 所以呢 其實也有一些少數的生物呢 它是以軟珊瑚為數的 其實我們看到畫面上面最大的這一顆 這一顆呢 就是很有名的海兔螺 對 海兔螺呢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大型的這個螺類 它跟保羅是親戚 它會用非常發達的外套膜呢 這個黑色的外套膜 把自己純白如玉的這個殼給包裹起來 所以它平常看到的時候 常會是這樣子 黑黑的一隻 然後感覺好像是 中間是一個軟圓形的一個結構 然後它喜歡在 肉質軟珊瑚上面爬來爬去 然後是以它為棲地 然後也會直接啃食這個軟珊瑚的組織 它啃食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說 完整的珊瑚這邊就會露出這個 白白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被它啃食過後的傷口的地方 它有時候除了啃食之外呢 它還會在上面 留下這個一粒一粒的這個軟團 那個就是它的蛋 哦 了解 除了這根那個螺類之外 好像還有躲的另外一隻螺對不對 哦 你說這隻嗎 這隻看起來好像另外一隻螺 但是它也是海兔螺 這是海兔螺的小時候 海兔螺的小時候非常有意思 它也是長在軟珊瑚很多的地方 不過呢 它跟它長大的時候的造型完全不一樣 長大後的外套模呢是整個黑黑的上面只有些許的小小小白斑 但是呢 小的海兔螺 你會看到它是黑底 然後上面有藍色黃色白色的這些這些凸起來的小小的那個小肉流 這個部分呢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是為了模仿成那個夜海闔螺的這個造型 夜海闔螺是一個有毒的海闔螺 所以它這個某種程度上是類似虎假虎威的一種背式擬太 它做的做成這個把這裡做成這樣就比較不容易被天底頂上 等到它長大之後變得很強壯之後呢 就不太需要這樣的那個擬太的 所以它就會變成它黑色這個造型 不過好像還有另外一隻也是以軟珊瑚為許的那個螺類 是夏圖的這隻這個是叫半紋圓旺螺 這也是一種那個小型的海兔螺 它也是一樣會住在那個軟珊瑚上面 然後啃斯軟珊瑚的組織 然後這個這種物種呢它就跟大的這個海兔螺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個比較害羞的種類所以它通常呢會躲在一個比較隱密的那個處 它的那個觸手裡面那個軟珊瑚的觸手或者是比較陰暗的地方 比較不會在正大光明的出現 除了晚上它出來密室的時候要不然比較少看見它 那除了今天會以軟珊瑚為許的那個螺類之外啊 那軟珊瑚大家可以看到哪些生物 可能會跟軟珊瑚有一些不同的共生關係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這些會直接啃斯的那個軟珊瑚組織的這些海兔螺甲組織之外呢 有時候呢我們會在軟珊瑚的表面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這種一粒一粒的這種小動物呢 有點扁平吸附在那個軟珊瑚的表面 它們是屬於非常原始的的木脊椎動物 它們叫做無腔蟲 無腔蟲呢它們呢它們會去吸附在軟珊瑚的表面 並收集它們體表的一些共生罩所以呢它會利用這個為食之外 有時候它還會把這些從珊瑚上面收集來的這些共生罩放到自己的體內 所以有時候呢如果沒有東西可以吃的話 它還可以透過這個這個共生罩呢去形光合作用 所以是一個自己自行能夠產生能量的一個很有趣的生物 除此之外呢我們在軟珊瑚上面也會看到一些跟海膽附身有一些白白珠狀的東西 那這又是怎麼樣的種子 這個就跟剛剛我們在海膽那裡也介紹的班式扁結蟲很像的神木 它們也是一種底漆的結水木 它們就叫刮扁結蟲 那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們身上的一些花紋很像哈密瓜的那個果皮的那個造型 所以叫做刮扁結蟲 它們身上呢也跟剛剛講的扁結蟲一樣 有一對長長的這個絲線它可以在水中去收集浮游生物來吃 這種刮扁結蟲非常有意思是白天的時候呢常常會躲在那個軟珊瑚基部底下 然後呢用它們的體色擬太成軟珊瑚的體表上面的一部分 然後直到那個天色比較昏暗的時候才會跑到軟珊瑚的頂端 然後在那邊放長線去去掉那些浮游生物來吃 那沃克我們看到這個圖啊有些軟珊瑚它是很光滑的 這又有的它上面擋滿了很多觸手 那有什麼不一樣的 其實呢這是它們的觸手有沒有生長出來的差別 因為呢在平常的時候呢 它們的觸手是會縮進到它們體內 所以你會看到它直接露出它的供肉組織 然後只留下像這個一個一個小小的很多細細小小這個孔洞 這個就是它們縮起來的時候的樣子 白天的時候很多軟珊瑚就會以這種姿態呈現 但是在晚上或者是潮流比較好可以帶浮游生物來的時候呢 它們就會把裡面的觸手細細小小的觸手伸出來 然後這時候它們的那些它們的那個珊瑚蟲就會在水裡面去抓浮游生物來吃 所以呢有時候你在看一些看軟珊瑚的時候 然後去找裡面的共生生物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說不同時間點它那個它那個什麼上面的共生生物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 就像是海兔羅它通常出現的時候大部分的觸手都會鎖起來 因為它要趴趴的那個會被它吃掉 然後但是有一些呢有一些生物呢像是這個貶結蟲 有時候反而會在它觸手伸出來的時候 在那邊放長線跟它一起去抓浮游生物來吃 那謝謝沃克跟我們分享一下軟珊瑚的一個圍觀氣地 那最後一個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前水到最底部的底漆的地方呢 會渡了哪些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以為底部好像東西搭什麼東西都沒有 錯囉 沃克幫我們發現很多很奇妙的東西 那跟我們一起去看吧 最好的那些希望